全民造星5招募記者會及加拿大中文電台專訪精華片段 大家好歡迎各位傳媒朋友出席 大型偶像玉城節目全民造星5的招募記者會 過往的四季都絕對是大受歡迎 為我們香港的娛樂圈注入了很多很強勁的新力量 打造了多對的人氣組合MIRROR、ERROR、PIXEL和CORNAR 掀起了全城的追星熱潮 成績和口碑絕對是有目共睹 而今日都非常榮幸非常開心 正式宣布全民造星5是正式啟動的 今天起到8月11日就會進行正式的公開招募 有興趣參加的朋友可以馬上把握機會 去到ViuTV的官方網站就可以報名參加 今年的主題方面就是衝出香港 所以亦都是首次接受海外人士的報名 不同地方的參賽者都可以互相切磋 較量不過當然當然 最重要的都是貫徹我們造星的精神 就是一起追夢一下 全民造星5 玩到這麼大? 今年有海外招募? 香港水準都不差 有競爭 才有進步 我都想聽一下花姐用英文罵人 今屆全民造星 香港和可愛的年輕人都可以一起追夢 出線就可以在造星舞台 和香港參賽者一較高下 暈了那麼久終於到我們飛了 還趕快執定行李 其實我們飛去哪裡? 聽說好像去溫哥華和吉隆坡面試 當然還要去香港 還不快報名? 全民造星5現正進行招募 同時接受香港及海外報名 詳情可以瀏覽以下網址 今屆我只是選男仔 夠膽你就來報名 我自己都看過了《造星》的四季 但是一直都是看到鏡頭面前 譬如你們出場的片段 但是很多人都未必了解 《造星》出場的整個過程 尤其是譬如我們今次海外的參賽者 可能認識更加少 我想問一下大家參加過《造星》 尤其是大師兄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參與《造星》海選的Tips和經驗 AK先說吧 AK還沒說過的話嗎? 對 我剛剛答應 我覺得Tips就是 儘量 不要覺得一些高難度高的東西 就是一件好的事 最重要選一件適合你的東西去表演 因為通常往往去玩比賽或者Casting 大家都會想去 選一些比較難一點的絕活 或者可能比較難唱一些的歌 去show off自己 但往往很多時候 無法處理炒粉的話 反而是更加沒有幫助 所以就盡量選一些適合自己 Feed 到自己 可以展現到自己才華的東西去Casting 我覺得 講完AK那個 我講一下流程 我們那時候一開始第一屆 就要準備一分鐘的清唱 和一分鐘的天才表演 一分鐘的清唱 你當然要付屬歌詞 你掉了的話 你就會被人剪出來笑一笑 完結了這兩個項目之後 通常都會和秘訪聊一下 又或者有時候 評伴會見到你某時候 看到你有一些特質 可能覺得你這個人很Dramatic 或者可能即場要去演斷戲 最基本都是這樣的情緒 我補充多一句 AK和Lokman說的那些 全部都是我認為 我想說的東西 但最後一句就是 我覺得 請你要保持一個放鬆的心情 進來Option 這個是個人意義 因為你放鬆才有好 明白的 你補充一些東西會很緊張 但是放鬆才會有好表現 才呈現到最真實的你 沒有任何我包 但我自己覺得 但是譬如我跟《全民造星》 補充的時候 其實我反而不是最注重 他們的表演好和不好 即是那個人的性格 我會選擇那些比較多 譬如他原來他的性格很有趣 或者是他講話很有趣 但他的表演很搞不見 我都可能會選擇他入圍 但如果他的態度很愛你 但他的表演很精彩 我反而未必選擇 我想說有很多參賽者 都是這樣選擇 所以我經常都抽到DMR 我會選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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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選擇他 他會選擇他 對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做藝術的 除了才能很重要 我覺得他的態度很重要 我們海外是一個選手 很想知道評判會是誰 最重要的就是花姐 你會不會來做評判 即是來加拿大? 是 加拿大我想不會 因為我受不了在旁邊 但是我覺得 我也很想參與 我覺得評判未必是 但我很想有份參與 和參賽者一起聊聊 我覺得這件事 我沒有表演的經驗 但我覺得我可以和他 分享一下 評判喜歡什麼 或者是比賽的時候 心情是應該要怎樣去處理 或者他的表演項目 究竟是怎樣做好一點 我覺得我也想和他們分享一下 希望我有機會 到時可以和參賽者 透過Zoom聊聊 我想問問 其實因為在比賽過程 即是造星的過程中 其實都會經過很多 不同的回合 環節 又或者很多的考驗 雖然說 每一個參賽者 可能他的性格都很重要 但是 是不是需要一個 有些什麼的心理準備 去準備迎戰 是會更加好呢? 嗯 心理準備來說 我就覺得 你要準備一個 就是你永遠 你要準備一個 自己都不是最一百分的心情 因為可能有時候你排練 排好舞 練好歌 但是最後出來 都總會一些 可能他們總會有一些 批評 或者一些意見 給到你 那你那一刻一定要 立刻調一調節的心態 就是 不是你不好 只不過在花姐眼中 想你做得更加好 再加上花姐的語氣 就很容易打擊到人 所以你就要 你準備一個 很好的心臟去 應付這些意見 好 也想問一下 比較個人一點點 應該這麼說 跟參賽者沒有關係 但是就跟師兄們 尤其是ERROR和MIRROR的 有關係 就是 你們自己在造星過程裡面 個人最難忘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肥仔說那個 都是 因為每次淘汰人都會很慘 就是那個位 而且都會很害怕 如果淘汰我自己的話 自己都真的是 那我都哭了他 但是我最難忘的是 是去美國的 我始終也是 就是 最後那個 十場之旅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那個回憶 我覺得最難忘的是 拍攝那個地方 還有那個氛圍 那個氛圍就好像 剛才肥仔說的 其中一個就是 淘汰人的時候 那個心酸的感覺 那個心酸的感覺 熟悉到 有時候可能是 第二三四隔 但是我們回去的時候 我們都會不自覺地 去投入了那個氛圍 都立刻 record 我們第一屆 那時候的感覺 還有 有時候 我們之前 會有機會去 以前我們《全民造星1》 那個廠 那個地方的時候 那個休息室 休息的地方 又是一個 令到我們自己 很有感情的一個地方 我最深刻都是這裡 我想問一問 花姐 花姐你剛才都說 今屆全藍班會選 外形很重要 但是性格也很重要 你又會覺得 譬如說 在海外裡面 你們會期望 會選到哪類型的人 會不會是一些 其實不懂得說廣東話的 又或者是 一些和香港的 一些男孩子很不同的 性格的感覺呢 我覺得 一定是會 可能是 在生活習慣 會很不同 對不對 大家認識的人 我覺得 我覺得 參加《全民造星》的男孩子 我覺得性格 都應該差不多 他們想進來 一定是 他們很想追求夢想 他們一定是 很有實力 很勤力的 我想都是一定是這些人 但我覺得 如果香港和外國的參賽者 有份困 是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可以在不同的音樂上 有交流 就是因為可能 在香港的文化 接觸的音樂 和舞蹈 和外國的參賽者 那些問題 我覺得 對香港觀眾 對其他觀眾 都是好事 大家都知道 世界各地 都有 鏡粉MIRROR 和十二支後援會 其實今天 剛剛 加拿大生粉團 才來了我們電台 說了Hello 拍了一張照 所以是 很多這些活動 我們都想知道 就是說 MIRROR VR演唱會 馬上會來到 會不會 安排 世界巡迴演唱會 OK 如果去其他地方 巡迴演唱會 其實我們都想的 我想 和疫情這個問題 很久沒有去過其他地方 如果又有得去其他地方 又有得表演的話 我自己是非常樂意的 剛才我們說 都很想 MIRROR 和ERR你們來 除了做演唱會 我們都很掛念你們的綜藝 花姐ERROR遊 很好看 有沒有機會 再會有 又或者花姐MIRROR遊 花姐ERROR遊 沒有 因為ERROR 現在很嫌棄花姐 所以他們會 我本來想和他們兩個 一起去馬來 去吉隆坡 但他們兩個已經拒絕了我 大家因為這個海選的關係 都會去到不同的地方 又會分批去溫哥華和吉隆坡 我想問一下 如果去到當地 你們又有一個機會 可以和你們的粉絲見面的話 你們會想搞一個 什麼類型的活動 和他們有一個接觸呢 可能 輸入真是可能 去結合一下 或者跟他們見面 在同一個空間裡 可能見一下 因為 我們好像輸友 這麼久的關係 大家是用網絡上的溝通 真的沒有真實去見過大家 如果是真的有機會 可以見到他們 或者是上鏡大學 大家見面 聊天也好 我覺得未必要去到表演 這麼大型 可能是大家一起去 聊一下 他們在那邊的生活 怎樣去追我們 或者是想去 去留意我們 聊聊這些事情更好 大型偶像玉城節目 全民造星5 今年主題 衝出香港 首次接受海外報名 北美招募報名及詳情 請瀏覽加拿大中文電台官方網站